一停留在一篇信舞、作詞,簽名 ëna 富大文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小名里中的梅晃安 我是姨 mantle 我是劉和倩 我是柬安 現在讓我們帶著你們 eight 耀五月的粮粒花園 最近耀五月出馬的物種 Which is 究竟他的理論是否正確呢 你也辛苦了 自信自聽 天賦他創造一切,所有物種都是永恆不變的 是達文獻獨了味道的天賦,慈愛的天賦我們來獻的愛人 希望你會誇張我們,你創造一切,你是萬能的主發 不,不是這樣的,促成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所有物種皆是源自於長久的演化而來 想要更了解的話,就來看這本書吧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介紹,我們用為這本書最精華的部分 達文在1859年出版了物種人士 當時華萊斯寄來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對演化的看法 沒想到居然與達文的不謀而合 達文擔心自己研究多年的理論,就這樣被搶盡風頭 於是出版他一直沒能出版的物種人士 但在這時候,他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 像是歐文以神信同源桌極力反對他的論點 歐文認為,所有物種皆是源自於神的創造與熟識 這樣的對立展開一講科學與宗教的論戰 當時社會上,宗教力量大於科學 但仍有許多科學家願意支持拉爾文 像是SG樂部一直為拉爾文的理論辯護 物種原始是拉爾文展現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談談他的論點 第一點,演化是持續且穩定的改變 並不會突然出現新物種 第二點,所有物種皆有一個共同的生命起源 第三點,物種是會增加的 當物種受到立理環境的組織時 被孤立的物種會逐漸視於新的環境 並發展成新物種 第四點,性格 性別的個體通常是手性 對於交配機會的競爭 會促進性上的演化 第五點,便是最重要的天則 這要從拉爾文加入小電犬號說起 旅途中他來到了加拉巴哥群島 他觀察到島上的雪鳥 他觀察到不同的島上 有不同的環境 也就是食物不同 會遇出有不同鳥會形狀的雪鳥 在這之後他進行了養歌實驗 實驗中他發現 那中國的新品種 其實都是從一種最普通的加拉哥 自然演化而來 那天則的主要觀念是什麼呢? 個體間具有遺傳變異 而這些變異會導致個體間生存機率不同 如果過渡產值導致環境無法負荷的時候 就必須進行生存競爭 最後只有能夠適應環境的個體存活下來 並把這些差異遺傳給下一代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天則系統篩選的機制 不能創造性的基因 只能淘汰瓦遺環境的 舉例來說 現在有的生命 生命當中有飛蛾 飛蛾分為黑色與白色兩種 同時在這生命中 有一種苗異不知飛蛾為生 若在此生命附近建立加工廠 工廠排放的飛氣 將使出版顏色變深 那觀察一段時間後 我們將發現 飛蛾的數量較白得多 直徑像浴飛是反應過程當中的基因改變 而是當蘇冠顏色被生死 原本顏色較前的飛蛾 會因此而被捕食的機率提高 因而造成黑蛾與白蛾 更能夠適應環境 並是反應過程中 機會較高的特體 並把此基因傳給後代 如果這森林的環境再次改變的話 還可能再重新出現在森林當中 但是除魔下來的特體 並不是因為他們較高級 也不是他們較進步 而是他們比較容易適應環境 於是我們可以得知 同樣的心意在不同的環境下 不能猶豫、有力與無力哪種現象 在十九世紀當時 有許多科學事實是科學家們尚未發現的 在物種原始中 也有達爾文未能提出的證據 例如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的遺傳戒指 達爾文假設這種遺傳戒指叫做小牙體 小牙體能把上一代的特徵傳給下一代 不過在他生前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來證實小牙體的存在 後來孟德爾倒是幫了達爾文這個大門 孟德爾的研究結果顯示 顏色、紋路等特徵在傳給下一代時 會重新在生物體內排列組成新的組合 而表示出來的方式 就是在生殖細胞中的小牙體 而且只有特定的小牙體能夠被表現出來 這也導致了物種間的個體差異 當時由於有太多不確定性的因素 未能有衝突的證據 還有先前提過的社會上的壓力 導致達爾文遲遲不敢發表他的理論 不過後來在解剖學及分子生物學上 也發現了許多支持達爾文演化錄的證據 像是同源器官以及DNA序列的理論 不過隨之而來的也有質疑的聲音 像是化石的缺失 達爾文曾表示過渡性生物的樹木必定非常龐大 他甚至說有可能大到無法想像 但至今發現的過渡性化石樹木卻僅是寥寥無盡 與達爾文的說法明顯有極大的出入 雖然達爾文的演化論在細節之處的確有缺失 我們仍然肯定他的貢獻 因為是他提出了較完整的演化資訊 打破了十九世紀社會的封閉與迷信 在今天我們的卵講在此即將告一段落 我有一句話要跟賽奏的各位分享 達爾文曾說如果我有什麼攻擊的話 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結果 而是勤奮有毅力的結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是李王農老師提問 請問師傅 謝謝你們 剛剛最後一位 有這一位達爾文來講 那個 我們是想你們看完這本書 其實是他的名義花蓮 每男小姐一會 他的名義花蓮 他也在裡面有看到 哪些他們今天會比較難忘的實驗 哪些他們今天會比較難忘的實驗 那些時候他發現 那些個只都是一種 一種 一種 特定一種的價格 那他 他 就是這個實驗 他讓他用的一個自然界 也就是要選擇 他們 就是各種做了一句話 然後就是他 接著有氣質 所以就知道我們特別有問題 那請問你們提到那個小牙體 最後那個小牙體的部分 我們是提到說 然後後來 勿德爾的實驗 其實是實驗他們 但是勿德爾在寫 還是達爾文在寫 但是達爾文在寫 但是達爾文在寫 就是 因為達爾文提出物種原始的時候 是1859年 提出了物種原始 然後他在提出物種原始之後 還在持續數長 就是有關小牙體的存在的證據 然後 然後 勿德爾做了這個 玩豆的實驗 是在1860年 學會中提出的 請這一點可以再 再訊息一下 我問很舒服的問題 演化論有益成能力嗎 不好意思 可以再訊息 演化論 它是一個 大家都相信成功的理論 它有益成能力嗎 沒錯 我製作一下 就是我們物理 所有的理論 真的要預測才有用 演化論有益成能力嗎 演化論有益成能力嗎 可以解釋一下 好 預測的話 譬如說 我把石頭從這邊丟出去 又走到速度 又走到方向丟 就知道它已經在落在哪裡 這是物理 演化論 在講生物的演化的時候 它可以預測嗎 所以你的問題是 就是可以預測生物後來的 演化方向 就是我們認為 就是需要在 靠 就是環境來改 就是環境 是它的變化 如果環境改變的話 就是它演化的方向 也有可能受到影響 好 沒有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